台南则是有五名学生原本在聊天 突然遭到一名妇人持鞋垫追打 其中两名女同学是吓得躲进路旁的火锅店求救 这名妇人当时还冲进店里咆哮 持着鞋垫跟鞋子不断地敲打店内的座椅 更攻击店里的客人还有店员 直到警方到场才将她上铐送医治疗 店家监视器拍下两名女学生惊慌失措 冲进火锅店直奔柜台 躲在员工后面 下一秒一名妇人手抓鞋垫 冲进店内做事要打人 女学生的朋友们紧跟在后制止妇人 不料对方尽量出鞋垫一阵笔划后 一屁股坐在后卫区不肯离开 火锅店店长健壮上前劝阻 但妇人动手在先却反控其他人动手动脚 还把鞋子脱掉当众抠脚 接着又拿起鞋垫和鞋子 敲击店内座椅做事打人 让店家气得报警 眼看妇人情绪激动不受控制 警方通报救护车到场 将妇人上铐强制送医 离谱状况就发生在25号下午台南市区 当时五名学生在棋楼下聊天 无故遭妇人追打 其中两名女学生冲进火锅店求救 同心有人拦阻不成 也一度爆发推击冲突 火锅店店长劝阻也惨遭攻击 直到远景货报斗场才化解危机 妇人情绪激动无故攻击 路过学生又闯进火锅店大闹 离谱行径最后遭到强制送医 而挨打的学生们也决定验伤提告 为自己透公道 记者黄富奇台湾报道